第四百五十三集 张叶体内有着五星之力 这五星之力最适合练担 不过在这三个老头的面前 张叶并不想暴露出五星之力 所以他准备提升一下三阳真火 张叶缓缓地运转着功法 一道淡淡的火焰出现在张叶的身体之外 谷顶真人 玉丹真人和长青真人 感觉到张叶身上的气息都是微微一惊 三人异口同声地叫道 三阳真火 谷顶真人忍不住出声叫道 小贝 三阳真火 乃是我们长生谷的功法 你怎么懂得这门功法的 你是不是长生谷的弟子 张叶神色平静 功法缓缓运转着 对谷顶真人的话置之不理 玉丹真人和长青真人眼光老辣 两人一感觉到张叶身上发出来的气息 立即就知道张叶在三阳真火上的造诣了 玉丹真人 玉丹真人 简直就是耻人说梦 长青真人这时候也是微微点头 说得不错 说得不错 要炼之二品真丹需要极强的控火能力 需要极高深的火血功法 三阳真火修炼到第七层 放在宗门之中可以当一个长老了 但要想炼之二品真丹 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 长青真人正在说话 突然张叶的身上 发出了一声奇异的呼啸之声 这种奇异的呼啸之声 正是张叶体内的三阳真火 高速运转的时候 发出来的一响 随着三阳真火高速运转 张叶身上的气势节节提升 而张叶身躯上的淡淡火焰 也在几个眨眼的时间里 壮大了十倍 百倍 长青真人瞪大了眼睛 御丹真人瞪大了眼睛 就连古顶真人 这时候也是瞪大了眼睛 亥然说道 小子 你在进阶 用这么暴力的方式进阶 你简直就是在找死 一般来说 进阶的时候 都是慢慢运转功法 等到水到渠成之后 再一举突破关卡 提升境界 张叶现在疯狂地运转三阳真火 任三阳真火在经脉中横冲直撞 这简直就是自己招死 一股强大的气息 从张叶的身躯上发出来 他的三阳真火 在短短的时间之内 就从第七层初期 提升到了第七层中期 古顶真人 玉丹真人 长青真人 奇奇地发出了一声低呼 古顶真人 亥然叫道 用这么暴力的方式 都可以成功进阶 这怎么可能 张叶铁内的三阳真火 继续运转 运转的速度越来越快 身躯之中 发出来的一响 也越来越大 一炷香的时间之后 张叶的身躯之中 再一次传来一声轰然巨响 第七层后期 三阳真火 提升到了第七层后期 张叶功法运转的速度 没有丝毫的减慢 反而运转越来越快 古顶真人 玉丹真人和长青真人 听到张叶身躯中 发出来的异响 一个个都心惊胆战 生怕张叶的身躯 突然间爆炸 哭 又是一声巨响 张叶的三阳真火 再一次做出突破 从第七层后期 晋升为第七层巅峰 距离第八层 只有一线之隔 三阳真火 乃是长生谷的宗门秘迹 几乎每一个长生谷的弟子 都会修炼这一门火系功法 作为长生谷的太上长老 古顶真人 当然也修炼过这门功法 见到张叶如此疯狂的提声 古顶真人 目瞪口呆 忍不住 出声叫道 疯了 疯了 真是疯了 张叶当然没有疯 他的身躯经过一次次的淬炼 比普通的真道八重高手 还要强悍一些 而他体内的三阳真火 经过五行之力的淬炼 已经精纯到了起点 随时都可以进阶 所以张叶可以用最暴力 最快速的方式进阶 张叶体内的三阳真火 积蓄了一阵 终于成功突破 从第七层巅峰 突破到了第八层中期 随着这一次的突破 那条上古火脉中的火焰 都飞了起来 把张叶紧紧地包裹住 进阶到第八层之后 张叶晋升的速度慢了许多 但进阶的势头依然不解 在短短的五炷箱时间里 张叶又突破了一个小境界 从第八层初起 晋升到了第八层中期 古顶真人见到张叶 这种可怕的晋升速度 当时感觉到自己是白活了 他当年修炼三阳真火时 从第七层修炼到第八层 足足用了三十年的时间 而从第八层初起 修炼到中期 用的时间更加的长 足足用了五十年的时间 用八十年的时间 从第七层 修炼到第八层中期 古顶真人被宗门的长辈 称之为天才 而古顶真人自己 对这种提升的速度 也相当的满意 但现在 见到了张叶这种可怕的 晋升速度之后 古顶真人 突然间感觉到 自己这个天才和张叶相比 简直就是不值一提 宇丹真人和长青真人 明显也有类似的想法 两人也算是天才人物 修炼速度也非常的快 但和张叶一比 根本就是天壤之别 建章也一路从第七层初期 修炼到第八层中期 玉丹真人和长青真人 第一次感觉到 自己这点成就在张叶的面前 简直什么都不是 两人分明地感觉到 自己已经老了 进阶到第八层中期之后 张叶有点遗憾地睁开眼 他体内的三阳真火 已经够精纯了 但问题是 他修炼的时间太短 底蕴不够深厚 体内的火之力量 并不是很多 所以只能修炼到 第八层中期 无法进阶到 第八层后期 即使如此 张叶也感觉到 自己对火焰的控制力 再一次增加了 三阳真火 乃是宗师功法 修炼到第九层的时候 可以进阶为真道宗师 张叶现在修炼到了 第八层中期 已经感觉到 三阳真火的威力 不在他的天和正气之下 当然了 这仅仅仅是 功法本身的威力 如果配合着战绩 肯定是天和正气厉害 毕竟天和正气 乃是张叶苦苦修炼 而成的力量 三阳真火 修炼到第八层中期 张叶立即进入到炼丹状态 他呼呼呼地拿出一大批的药材 然后开始提炼 三位真人回过神来的时候 张叶已经提炼好了一团药液 药液像是一团清水 精盈提炼 看起来非常的精纯 好精纯的药液啊 这小子在提炼药液方面 似乎不比我们差 三个真道八重高手 看着张叶手里的药液 正是一阵震撼 要知道 三位真人都是活了三百年的人 他们提纯过无数的药材 提炼药液的手段 已经到了炉火纯清的地步 但张叶提纯出来的药液 从质量上来看 并不比他们亲手提炼出来的药液 差多少 三位真人惊额之下 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 看张叶如何提纯药液 张叶干净利落地抓出了一把 五千年紫苏灵液 手指连连翻动 开始提纯起来 看着张叶这种提纯药液的手法 古顶真人 玉丹真人和长青真人 微微一争 接着就是大怒 张叶这种提纯药液的手法 实在是太普通了 太平凡了 用这种手法来提纯五千年的紫苏灵液 简直就是一种亵渎 一种对灵药的亵渎 玉丹真人指着张叶 就要出声骂上一顿 就在这时候 张叶手指间冒出了丝丝火焰 这丝丝的火焰 正是精纯到了极点的三阳真黄 颜色就像是雨后的天青之色 三位真人 齐齐地倒出一口冷气 他们感觉到 张叶发出来的火焰 比他们苦苦修炼而成的火焰 还要精纯三分 玉丹真人喃喃地说道 好精纯的三阳真火 难怪这么普通的提炼手法 都可以提炼出这种纯净的药液来 在三阳真火的炼化之下 灵药中的杂质一点点消失 张叶的提炼手法 虽然难看到极点 虽然普通到极具 但精纯到极点的三阳真火的炼化之下 灵药慢慢地变成了一团精盈的药液 就像是一团悬浮在空中的清水 张叶把提炼好的药液收好 黑黑一笑 我提炼药液的水平 就是这个样子了 你们快快把自己的提炼药液之法 传授给我 常青真人冷笑一声 说道 小辈 药液提炼之法 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不过 既然你想学 那你就好好听着 常青真人快速地念了一段口诀 又自己示范了一遍 然后说道 好了 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 你开始提炼吧 见到常青真人如此传授 玉丹真人和古顶真人的脸上 都露出了一丝古怪的笑意 常青真人传授的 乃是一种提炼药液的秘书 要掌握这种秘书 就要经过千百次的练习 还有师父的反复指点 才有可能成功 张爷只是听了一遍 又看了一遍 要想掌握常青真人这种提炼秘书 根本就不可能 三位真人的嘴角之上 都露出了一丝笑意 三人都看着张爷 等候着张爷出丑 张爷闭目而立 回忆着常青真人的动作 参悟着常青真人的口诀 过了一阵之后 张爷骤然地睁开眼 取出了一把普通药草 张爷微微闭目 开始提炼起来 他的动作 虽然有些生疏笨拙 动作和动作之间 有些连接不上 但动作却是异常的标准 没有一丝一毫的错误 他施展出来的 正是常青真人 刚刚传授的提炼秘书 张爷一步步地提炼 药草慢慢地变成了药液 而药液中的杂质 慢慢消失 药液慢慢地变得 晶莹提透 就像是一团水中 三个真人 正等待着张爷出丑 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 张爷竟然能够提炼成功 见到张爷提炼好的药液 三人不约而同地站起来 骇然叫道 居然提炼成功了 这怎么可能 常青真人凑到张爷的身前 细细地打量了一下药液 不敢置信地收到 两个杂质 两个杂质 你是怎么做到的 药液中的杂质越少 药液也就越纯净 炼制出来的丹药品质 也就越高 但要把药液里的杂质一一炼化 这是极为困难的事情 像长生谷的长老 罗向文 他提炼出来的药液之中 一般蕴含着九个杂质 这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而以常青真人的本事 他炼制出来的药液 一般只蕴含两个杂质 这种水平 已经是子灵域的最高水平了 整个子灵域 也只有古顶真人和玉丹真人 可以和他相提并论 张爷在短短的时间之内 不但把长青真人的提炼手法学会 而且提炼出 只有两个杂质的药液来 绝对是千年难见的炼丹天才 张爷黑黑一笑 取出一把药材 继续提炼起来 张爷的悟性极强 接连提炼了几次之后 他已经能够做到 动作越来越娴熟 完全掌握了 长青真人传授的提炼之法 长青真人有点不死心 上去检验了一下 发觉张爷提炼出来的药液 都是只蕴含两个杂质 稳定的出奇 天才呀 这小辈简直就是一个炼丹的天才 长青真人不得不承认 张爷乃是炼丹天才 悟性极强 一交就回 张爷看着长青真人 黑黑一笑 怎么样 我的炼丹手法 还过得去吧 长青真人看着张爷得意洋洋的样子 忍不住发出一声闷哼 心里非常不爽 恨不得朝着张爷的鼻子轰上一圈 郁丹真人见到张爷这副得意的样子 心里也是非常不爽 他冷笑一声说道 小辈 老夫这里也有一套提炼药液之术 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学会 郁丹真人像刚才的长青真人一般 快速地说了一遍口诀 随后两手示范了一番 最后出声说道 小辈 你提炼荧笑 给我看看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